嗨,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都知道养花呢,不仅可以讨演情操 而且精华空气,舒缓精神疲劳的能力也是顶尖的 所以说咱们家里多养一些花还是有好处的 但是有的花友就会说了,多养一些花 我家里没有那么多预算怎么办 诶,说到这里呢,珊珊今天就来教给大家 不用花钱就可以让家里多出好多盆的绿植方法 一般来说,花柜的繁殖方式呢,有种植和千叉两种方法 今天珊珊就要说三种只需要枝条千叉 就特别容易成活的几种绿植 这样您家里的话,只需要七天的时间 就可以一盆变成好多盆了 如果您家里没有,那我们随便去个朋友家 邻居家都可以要来一些这样的枝条 而且绝对不用花钱 这几种植物呢,分别是玉树,绿螺,还有些软栏 第一种玉树的千叉方法特别简单 咱们首先找一个健康的玉树 然后在它上面选取一个10厘米左右的枝条 就像这个样子的,直接把它剪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在它的伤口上面呢,抹一点多菌瓶 避免它细菌感染 之后咱们把它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 大概放三天左右吧 等到它的这个伤口彻底的变杆收紧了 再把它扦插在土壤里面就可以了 玉树对土壤呢,没有特别讲究的地方 但是一定要疏松透气 我选择的是核沙和腐叶土 用1比1的比例混合起来的 感觉效果还不错 然后咱们把它直接扦插在里面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扦插完的前期 一定要让它保持湿润 这个土壤要保持湿润的 如果它上面的土编干了之后 要给它一次性的浇个透水 然后咱们把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等一星期左右就可以出干了 说完了玉树呢,咱们再来说一下绿螺 那绿螺就更简单了 说白了,我们只需要找一些气生根 把它插在土壤里面就可以了 不过呢,今天珊珊就来教给大家一个更高级的方法 我们首先要找一些带有气生根的健康的绿螺叶子 然后把它们用绳子刷到的圈拢一下 但是一定不可以太紧了 把它们放在提前准备好的水培容器里面 我们这个水培容器呢,可以提前放一些桃粒 这样更方便我们的固定 然后在出芽之后,我们的移植的时候呢 也更方便我们的移植 这样把它们插进去固定就好了 固定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加水了 水要加到它三分之二或者是四分之三的位置 大家一定要看到它,泡过气生根 只要它的这个水不变浑呢 大家就不用换水,当然了它水位变少了之后,我们要及时的添水 然后这样等待它慢慢的发芽就可以了 这样牵插出来的绿螺比我们这个直接插在图里的绿螺 成活率要大的提高 学会了,别忘了,点赞哟 最后的蟹爪栏呢,就尤其简单了 我们只需要选取单个的叶片 把它牵插在装满致实的花盆里面就可以了 如果说家里没有致实的话,也可以像我这样牵插在营养土里面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在牵插完之后呢,一定要保持盆土是湿润的 这样半个月左右就可以出芽了 我们在牵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不可以贪多 不要一个根系附带着多个叶片 叶维系感完的根系是特别不发达的 如果这样的话,它就像小马拉大车一样 成活率肯定大大的降低了 不知道各位花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就是说我们从一个小花把它从小养到大之后 就有那种感觉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的 就特别有感情,看起来特别的舒心 我是珊珊,每天教您怎样养花 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